大家好 我这一棵长春花前段时间长是非常的旺 大家看一下之前长的叶片很大 都有三个手指那么大 那么到了这一段时间 由于天气比较冷 长出来的这些侧芽比较瘦小 原因就是天气太冷 土壤以上这一部分生长的比较缓慢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由于天气太冷 不管养什么花 顶端的这一部分都会长得比较慢 但是它根系这一部分会不断的生长 不断的组成养分 所以不管我们养什么花卉都好 哪怕是上面挺久的生长 我们照样要适当的给它补肥 而且这个时候补肥 建议大家补充有机肥 比如说像这种花椒好的甘养分 因为这种甘养分 它的肥效比较温和 不容易烧根 同时又能保证土壤疏松透气 因为它的有机质比较多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它 在冬季这段时间 促进它长更多的新根出来 我们使用的时候 只要浅埋到这个盆土的表层就可以了 我们除了给它使用农家肥 让土壤疏松透气之外 最好是结合这种快速生根粉 诱发它快速长一些新根出来 因为根长得越多 吸收养分的能力更加强 煮成的养分更加多 等到一开春 这个新芽就会狂冒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花卉浇水 也要适当的控制 不要给它长期积水偏干管理 因为只有土壤偏干 才有利于根细的生长 那么这就是这一段时间 我们养长春花也好 或者是其他花也好 都要按照这种方法来养护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